妈 我去商场一趟啊 瑶瑶 你又去商场干嘛 过两天我妈的生日 我想去商场给她看看有没有合适她的衣服 我想给她买一件 买衣服 妈把你的包给我看看 包 包就不用看了吧 我只是给她去买两件衣服 花不了多少钱 解释什么解释啊 你把包拿过来给我看看就行了呗 那 你拿去看吧 你出门就带三百块钱 妈 你看嘛 我没有骗你 我只拿了三百块钱 你还没骗我 你怎么好意思的 妈 你什么意思啊 你妈过生日 你就带三百块钱去买东西 有你这样当女儿的吗 那我带多了 我不是怕你 怕什么怕呀 你带三百块钱能买什么呀 等一下 这两斤块钱我给你放包呢 你赶紧拿去用 妈 你这是做什么 我不要 你不要 你妈过生日肯定要买点好东西咯 虽然你嫁到我们家了 但是你父母养了你二十多年 给他们花点钱也是你所应当的 妈 那也用不了这么多呀 你自己看着买吧 剩下的钱你自己留着用 妈 谢谢你 傻孩子 谢什么谢嘛 赶快去 走去走回 嗯 等一下 怎么了妈 你跟你妈他们说 不忙的时候就来我们家玩 我把乡下那两只鸡沙拉带过来等他们来吃 好的妈 我会跟他们说的 那我走了啊 路上注意安全啊 拜拜